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为此机有关单位加快大林蒲千村计划进度,在地社团高雄好过日发起愿景工作坊,以民间审议民主方式讨论千村议题,除以透过网络公开共同愿景报告书,后续将以千村争议三支建为基础,策划三场主题工作坊,要专家学者与相关单位参与, 进而促使政府更积极面对千村计划高雄好过日声明,下一步行动主要以共同愿景为基础,对准千村争议三支建,你要专家学者与市副代表,参与和居民共同审议,由下而上形成民间版的愿景计划书,让居民自立回应千村将局第一支建为安置不偿条件和公民参与机制, 首要对准千村条件与实诚,如何进行安置于补偿,及千村过程要怎么纳入居民参与机制,避免决策过程居民是缺席的,第二支建设服医疗资源要妥当,瞄准如果千村,政府需要纳入民众的设服医疗的保障,以及照顾弱势居民的经济工作权益。 第三支建污染防治和交通改善,针对无论千村与否,困扰民众已久的污染与交通问题,都须已与政府证实, 接续将于7月27日,8月3日,8月10日连开三场主题工作坊,分别就这三支建邀请专家学者与公务机关参与, 由审议民主的方式和居民当面讨论和审议,也呼吁政府持正面态度来参与民间审议。 最后,主办单位会会整所有讨论成果,提出民间版的愿景计划书,提供给大林仆居民及各界检视, 也希望能成为政策采纳的参考依据。 高雄好过日表示,无论千村或不千,都应该要尽快提出改善居民生活方法, 这三支建关系到居民切身的权益,是地方民众非常重视的议题。 若能以审议民主的方式,当面和居民一起找到未来家园的出路,是非常难得的地方经验。